一条马路分隔了两样的心情 鲤鱼潭商圈的业者在两个半月的警戒之后 终于在日前解封 对于餐饮业者来说如与薄冰 因为外地游客的健康问题存在疑虑 但还是有业者认为虽然现在疫情降级 但防疫仍需谨慎小心 毕竟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 被当地餐饮业者笑称 目前的鲤鱼潭商圈像是个空城 有些餐饮业者甚至是将铁门拉下 就是希望能够避开外地游客的人潮 降低染疫风险 就跟今天就是 我昨天一天打三杯摸过牛奶而已啊 哈哈哈哈 但是那种餐厅的几乎都没有开 也是大部分都做外带比较多啦 都是外带 外带比较多 几乎没有人敢接就是 也不敢接啊 是不敢接啊 那个连灯都不敢开啊 是哦 嗯 所以游客也是没有那么多 也没有游客啦 平常就讲话也没有游客啦 那那个店家的话他还是会开 还是会怕就对 还是会怕啊 但是还是会有 还是有一些我们外地游客啦 嗯 还是有 那他们还是选择外带啊 嗯 还是外带 因为我们还是说 目前疫情还没有说 再缓一两个礼拜有没有 嗯 然后还是以外带为主 也有从北部到花莲的游客就表明的说 认为来到花莲旅游是他们的首选 因为宽阔的空间也比较没有疫情的感染问题 他会不会担心一些疫情的关系 哎 还是会 但我们就好好 注意 然后去比较 比较没有人的地方 哦 还是会选择就对 对 还是会选择 不会去场地里面吃饭 然后 也是外带就对 对 虽然这一天非假日 但是感受到外地游客纷纷把旅游目标转移到花莲 业者在生计与健康之间要如何度量 是非常难以拿捏的选择 在台湾疫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之下 业者只能以消极的观望态度来面对生活危机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